為了幫助應對疫情 北約成員國正在加速向盟國運送醫療物資 土耳其和捷克等國家 也開始向意大利和西班牙運送醫療物品 北約的軍隊正在幫助加快運送醫療物資 北約的外交部長們已經在首次視訊會議上討論了援助措施 為了遏制中共病毒的傳播 北約最近縮減了在歐洲的軍事行動 同時 被懷疑大規模散播有關中共病毒虛假信息的俄羅斯 一直在靠近盟國邊界 包括英國水域進行演習 北約週三警告莫斯科 儘管有中共病毒大流行 北約仍準備好應對俄羅斯的任何威脅 北約也正在採取措施 防止中共病毒在軍隊中傳播 包括定期測量體溫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